Hello 我是M&K Vincent 最近很多朋友都會問我玩菲林機 玩哪一款好 至於玩拉架菲林機 大多數朋友喜歡常見的 亦有很多人找的三類機種 分別是M3、M6和M7 為何這類型的機器多朋友找呢 事關外型來說 三部機的外型 都是一個M機外型 外型比較帥 跟我自己個人喜歡的M5 有所分別不同 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喜歡M5 因為M5來說是一家 是可以跟單反應機匹敵的M機 而這三部比較燒光 拿出街來說是比較帥 M6來例來說是一架全機械機 亦是一架有測光錄機 對於初學者來說是比較適合的 線框方面也有齊六個框 由二十大mm至一三mm都齊齊 至於電池供應較為測光錄 測光錄當它沒有電力換電便可以了 甚至極凍環境之下電池不走 但機械是不能現運作正常的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去一些很冷的地方 例如北極、南極 或是韓國滑雪、北極、北極的環境下 M6依然是一個運作正常機 不會因為電池而沒有電而走不到 當它電池太冷 其實測光錄就不走五屆而已 但大家仍然可以拍照 所以要猜測測光 第二部這部便是M3 M3來說在這三架機來說是最高級的一架 因為M3來說是M機的備造 是第一部機 外觀來說是比較特別 大家可以見到有三個框框 這架是挺特殊的 而且造工來說是比較精美 這類機來說對初學頻度會比較繁複 因為M3是第一部M機 所以它沒有測光 所以你需要戴定測光錄 或者機靜安的測光錄 又或者是靠電話下載或測光的Apps 幫助你拍照 拍方面比較繁複一點 而且你可能會慢拍得 沒有M6拍得那麼快 所以大家需要用M3有少少耐性 最後來說這部便是M7 M7來說是以三架之中最方便的一架 因為M7是很特殊的 有一個快門盤是AUTO 這個AUTO模式是一個光圈才的功能 只要選定一個光圈值 你只負責對焦時 你行一個AUTO模式 機身就會自動幫你調節快門 亦都不需要太麻煩 另外又要調整快門 又調整光圈 調整好才可以 這是最方便最快捷的機器 還有M7除了快門有AUTO之外 另外還有一件很厲害的功能 一個叫DX值 DXCode來說就是 你的Phylm背面有一些黑白位置 而M7是會檢測到 你的Phylm跟ISO有多少 你可以自己不需要設定ISO 你行這個DXCode 機身就會認得到 你跟Phylm的ISO有多少 而幫助你拍照 其實它比較上是科技的先進很多的M7 亦都是最方便的機種 適合一些影界拍的朋友 香港不得樹 很多老前輩不太喜歡電子機 他們喜歡機械機 所以過去很多年來 在網絡網絡推介來說 大多數朋友都會推薦M6和M3 近代來說亦都要開始玩M7 因為開始掌握到 明白到M7的好處 這三部機 希望大家可以選擇得 適合你用相機 在拉架的M6相機來說 主要來說是分為兩期 分別是早期的M6 早期的M6來說沒有TTL功能 後期的M6就是TTL功能 至於TTL功能 很多朋友都誤解了 以為是測光的TTL 其實TL功能只是給閃燈用 事關於拉架早在M的時候 已經用TTL測光 但只不過在Rangefinder世界裏沒有TTL名詞 所以單反彈生TTL七光時 就大行其道 但只不過在那段日子 也是單反領導市兵世界 Rangefinder世界方面 沒有太多人理會 所以忽略了 到現在現今 大多數朋友都喜歡玩Rangefinder機時 可能誤解了一樣 看到有TTL的機 便會去追一部TTL的機 他亦有好處亦有好處 至於classic機亦同樣有優點 classic機來說 外型較細小 兩者機的比較 TTL的機會較高 因為電子部份 負責控制TTL閃燈部份 的組件可能變速了 另外機身方面 TTL的機種和classic機會較高 TTL來說 如果大家喜歡玩Range鏡頭的鏡頭 便麻煩一點 TTL機種而言 安定眼鏡有少許問題 需要做少許改裝 才能安定Range鏡頭的眼鏡 但classic機種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很方便的安裝下去 至於兩者機來說 大家都是純粹一間全機械的機 電池方面 只是供應一插光錶 TTL機來說 多了一個優點 快門盤大了一點 亦有一個off鍵 普通機種而言 沒有off鍵 只會去到B 最主要為何關鍵這樣做 因為它們產生 這部機時 還未有Energy saving功能 機來說 當有電池進去套 當快門盤 一秒開始 到千分一秒之間的環境下 都很容易電 所以有些朋友 初初玩不知道 沒有調校到B快門 或者沒有off鍵 電池就很快用完了 有些人會問 為何機這麼吸電 可能已經四銅菲林 就沒有電 最主要原因 就是它們沒有關鍵電池 怎樣呢 TTL根本有一個off鍵 開到off鍵電池 便會切斷 這樣便不會好電 接著 只要撥個快門盤 由一秒開始 到千分一秒之間的環境下 電池都會好用電 加上大家拉起擦光 它更加有用電 要看到燈會亮 而M6系列版本 沒有這個off鍵的看不到 所以很多朋友不知道 好 到它們已經放下機器 到它拿起座椅時 便發現沒有電 但它們說 嘩 我開啟了已經幾銅菲林 關鍵是它們沒有關鍵電 所以大家玩M6機的時候 不玩的時候 記得去B快門 當它們去B快門 它們沒有任何電池接觸點的時候 它們就會off了測光錶 大家玩的可以注意一下 兩部機種來說 TDL的快門盤大一點 方便一件事 可以 當我對焦時 或者我這樣撥動快門盤 是容易撥一點 就不需要拉下來這樣看 而卡式來說 就不一樣 我這樣撥 可能需要用力一點 不是撥不到 撥到 但可能需要用力一點 可以這樣撥 這樣撥 另外一件事 TTL機種來說 它多了0.72 或者0.85 和0.58 可以看見這個框側 可以看到有數字 而卡式機種 全部都是0.72 所以它沒有這個數字 兩部機來說 各有外耗者 各有追求者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部 這類觀景器 即是VULAR 是怎樣使用的 其實這些VULAR 主要在菲林機年代時 外造取景 因為市彎大家都知道 一部M機內 以一部M6為例 它們的線彎最長的 都是28mm 假設像現在這樣 安裝了一支24mm鏡頭上去 沒有線彎取景 你不知影機多 就需要安裝 一個VULAR 來做一個取景 而這裏有兩款不同的VULAR 這些VULAR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款 雖然外表賣相 就變大了一點 但用來講 它比較想用 這類細緻的色 比較小型 一般來說 大多數我都喜歡這類 因為這類的外形 比較方形 設計較爽 但對外來說 我比較少用 原因是因為 當我安裝了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取景位和下面的鏡頭 成是種種的 我自己而言 喜歡拍攝 拿得準一點 我比較少用這類細 至於我用這隻 然後我一隻 這一款 第一件事 它有鎖 可以鎖住固定 可以眉眉眉眉眉 第二樣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位和這個位置 成為一個中軸位置 當取景時 也會看到位置 在陣中間 左右兩邊都可以對稱到 那維度時稍有誤差 就是上下 上下自己輕微 假設光 你拍攝風景 就無所謂 近距離的方便玩 所以自己做得調節便可以